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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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什麼東西是統計學呢? 那麼什麼東西是統計學呢? 我要用一個例子 把大家帶進來 你先想想看 而且呢 是用的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放轻松一点 学这个课没有那么难 我会从你们那个 最基本的已经知道的观念 带到你们不知道的境界里面去 有一些东西 其实在你日常的生活 你已经都接触到了 只是你没有去 去sense到说 这个东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假设 反正你今天是那个家乐福的 这个采买经理 那么像家乐福呢 记得到了 要去进一批的这个柳丁进来 那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柳丁是甜的还是酸的 甜的吗 我们希望是甜的 那你呢 就想说我要去买一批柳丁 然后那批柳丁呢 我希望它是甜的 就去打听了以后 哦 有一个有一个阿伯啊 李伯伯呢 他有一扇的柳丁 有一扇的柳丁 他有一扇的柳丁 一扇的柳丁 柳丁有多少个呢 好多个 好多个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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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好多个 OK 那么多的柳丁呢 你想要去买它 那每個柳丁有一個甜度對不對 假如你可以的話 你是不是巴不得把他每一個柳丁都切開來 測測看甜度是多少 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山的柳丁有多少 那個阿伯也說 我的經驗 我的柳丁的甜度是8.5 他就走 你要來買我的柳丁 柳丁甜度是8.5 那麼一山的柳丁在那裡 那你說怎麼辦 那個阿伯啊 看起來外表很誠懇老實的樣子 但是人不可貌相對不對 那你是那個採買經理 你總是覺得就說 我好歹中山大學的大學畢業生 用一點科學的方法 來檢驗一下 到底是不是這個甜度呢 你又怎麼辦 我就說那我可以啊 你這個一山的柳丁在這裡 我呢去採一些下來 我採一些下來 譬如說呢 我採一些下來 每一個把它切開來看看它的甜度 所以你要採多少顆 你喜歡採多少 10顆 10顆啊 小家之氣喔 太少了啦 太對那個阿伯啊 太善良了 多少 你要採幾顆 50顆啊 50顆啊 好嗎 我們採一個100顆好了 採100顆 每一顆 每一顆 等一下你就知道 之後啊 今天的後面 或是明天 可能下了一半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說 不要採太少顆 好 這個 你就去採了100顆柳丁回來 然後呢 每一顆呢 就把它切開來 測測看看它的甜度 每一顆都有甜度 假如我們第一顆的甜度 第二顆的甜度 通通通通通通 總共有幾顆的甜度 有100顆的甜度 數字在這裡 每一個甜度在這裡 然後你就想說 哎 好啦 我做出來的甜度呢 我算算那個平均 那些甜度 這100顆有因的甜度 平均值呢 有多少 8.0 好 等一下 你覺得這個會不會跟它一樣 會不會跟它一樣 不會吧 大部分的時候不會 對不對 沒有那麼好運 一模一樣的數字 對不對 當然可能跟它不一樣 但是 不一樣到什麼程度呢 然後呢 你出來的8.0 你怎麼辦 你總是要下決定啊 你有什麼決定呢 我就想說 我要嘛 我就相信說 雖然是8.0 但是它的那個整批的就是什麼 是8.5的 要嘛 我就說 OK啊 你看起來忠厚老實 但是我比較相信我的科學 我認為 你可能 還是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老實 所以我就不跟你瞞了 所以你有一個兩個動作 兩個決定 一個是說 我就決定接受了你這樣的說法 一個就是我拒絕你 就這樣子 那這個整個的過程呢 就是生物統計學在做的一個例子 好 我回過頭來講 所以生物統計學在幹什麼呢 在做什麼呢 基本上在做什麼 在做儀小博大 儀小博大 我身上有這個少少的一點點東西 但是呢 我的眼光看著是那個大大的東西在那裡 我想要知道那個大大的一群的東西是怎麼一回事 賭徒性格 賭博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但是呢 是很有 很有 科學家精神的一個賭博性格 儀小博大 那怎麼說呢 我把他繼續 繼續用我們比較統計學的術語來看 就是統計學在幹什麼 我剛剛講的 他有印山的這個儀小博 你想要去跟他買對不對 那印山的儀小博叫做什麼 族群 英文叫做population 那這個族群大小是 是怎麼樣子來決定的呢 你自己決定的 我可以說 你有一山的儀小博 我通通都要你 所以我的興趣是你一山的儀小博 那我也可以是什麼 我只對你這個半山的儀小博 感興趣 我喜歡在東南邊的這個山的這一塊 所以我就自己定義說 我要的族群是這一塊 所以族群的大小是你自己定義的 怎麼定義呢 你自己所感到有興趣 想要知道的那個範圍有多大 所以你的族群就有多大 那族群裡面呢 你有什麼樣子 你的variable 這邊有很多的柳丁在那裡對不對 那個柳丁有多少個 叫做N population size 譬如說這一山的柳丁有幾個 有52萬6872個 那這個N就是52萬6872個 但是呢這個N你是不是永遠 是不是一直知道 不一定知道喔 這是你所感興趣的東西 但是你所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呢 是怎麼樣 心向往之 把它放在那裡 在你的理想裡面 在你的夢想幻想裡面 它有一個東西在那裡 但是你不一定是手頭上你可以知道的一個東西 或一個數字 就有一個 它有這麼多格在那裡 是N 然後你想要去測量的是什麼東西 在每一個柳丁你可以測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測柳丁的大小 你可以測柳丁的這個甜度對不對 那我現在感興趣的是甜度 所以甜度是它的什麼 你所感興趣的variable 這個變數它的甜度 然後這個甜度呢 就使得它每一個個體 就有一個值測出來 假若你是上帝的話 你可以把每一個柳丁都測出來 不知道它的甜度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柳丁有甜度 第二個柳丁有甜度 有多少個柳丁 每一個柳丁都有一個甜度 然後那個甜度可能是多少 所以這邊的數字很可能是什麼 這個甜度是多少 2.0 2.0就很酸了 好啦 這個是8.8 有的是多少 6.5 7.2 4.8 5.6 等等等等 每一個數字是這樣 總共有多少個數字呢 每一個都是叫做甜度 有多少個數字 526872的數字 這些叫做什麼 觀測值 所以我們在整個的族群你所感興趣的這個東西裡面 有多少個觀測值就是N個 就是population size有多大 就是觀測值有多大 就是觀測值有多大 就是這個N 好不好 然後這些東西是你想知道的 族群是你想知道的 但是呢 你能不能折到這些所有的這些觀測值 沒有辦法 那有些呢是礙於行事 一定沒有辦法 有些呢是這個你的這個能力也沒辦法做到 那譬如說這些柳丁 你是要買來賣的呢 你把他每一個都切開來 測一測甜度 誰要跟你買了 沒有辦法 好 然後呢 他的number這麼多的時候 是怎麼樣 就是也是個問題 但是呢 你又想要知道 這麼大的一個族群裡面 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怎麼辦 我就是怎麼樣 從這裡面 從族群裡面 選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 的樣本出來 我們剛剛的這怎麼樣 100顆柳丁 就是從這裡面 選取出來的一個樣本 一個樣本 sample 這個叫sample OK 那這一個樣本裡面呢 有幾個個體 有100個個體 所以這個小N呢 等於100 叫做是什麼 sample size N是什麼 sample 小N是sample size 有100個甜度 那這100個甜度就是什麼 你一個一個去測出來的 有100個觀測值 對不對 小N等於100 這100個是什麼 是你手上有的東西喔 所以你手上有的就只有這個sample 裡面的這個東西 你N是100個 你這個沒有喔 星象網枝 但是你手上有的只有這個少少的部分的東西 這個樣本喔 然後從這個有代表性的樣本 裡面呢 就得出來的 我們就會計算一些 就會計算一些數值出來 來代表這個100個觀測值的一些特性的一些統計值出來 然後譬如說是平均值 就是一個很可以來表現這100個數字的一個特性的一個值 對不對 好 那我就從這個樣本的這個特值呢 特性的值呢 我想要知道什麼 想要知道這個比較大的這個族群呢 那它的這個特性的值 它的族群的 譬如說族群的平均值 我們用μ來表示 我們從樣本的平均值 想要知道這個族群的平均值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最後呢 你得出來的這個要來看這個 你是不是接受 所以你要做一些科學性的判斷 怎麼樣做這些判斷 這個就是統計學在教的 所以呢 統計學在教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有一個大大的一個族群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它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心向往之 我也沒有裡面的每一個觀測值 我拿不到 但是呢 我的心呢都在這裡 請你把你的心放在這裡 好 然後呢 我去做的動作就是 我從這裡面選的一個樣本 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有代表性的樣本是很重要的 你要怎麼樣子 拿到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 就是說要怎麼樣來做這個取樣 或者是呢 有什麼樣的實驗 實驗設計等等 然後讓你取出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 得到了這個有代表性的樣本的以後呢 然後你就做了一些什麼樣子 一些計算 計算這些觀測值的一些特性 從這些特性裡面呢 我就來幹嘛呢 我就來推論說 我那個族群是怎麼一回事的 這個推論 那這就是統計學在教你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講的 衣小博大是什麼意思 我手頭上明明只有這100個東西 但是呢 這100個東西是不是我要的 不是 我要用這個少少的這100個觀測值 我要來看什麼 這個大大的這個族群 幾十萬個人是怎麼一回事 就這樣 這叫引小博大 那你要博的怎麼樣子 要博的讓人家心服口服 讓你自己心服口服 別人也心服口服 所以呢 這個 就是統計學要交給你的東西 所以他在各個領域都用得到 那你最常用到的是 最常聽到的是什麼東西 選舉要到的 台北市比較熱 我們舉台北市 而且也比較不傷感情 反正我們都 大部分人投高雄市 台北市 那你好像候選人 那是什麼 什麼東西是你的族群 全台北市有投票權的人 每一個人投yes or no的 譬如說對某一個候選人 他投yes or no的 每一個都是一個觀測值 他想要台北市有一百萬個人 那這個 N population size 如果少一百萬 那他投yes or no的 那你現在的 你最常看到的是什麼 民調 民調就是什麼 取了一個樣本 就是 你從這裡面取了一個樣本 然後從這個樣本裡面的表現的狀況 你來推論說 這個族群怎麼一回事 但是這個 這個民調出來的 是不是永遠跟這個一樣 是不是做做對的判斷呢 你不太有信心對不對 然後最大的不太有信心是什麼 你最常聽到的是什麼 他的取樣有偏差對不對 他沒有取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 對不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子 在做的都是什麼事情 以小活動 我就重複了小小的樣本裡面 我想要知道的是什麼 我心向往知的是什麼 是這個 是這個 是族群 那這個族群 雖然我沒有辦法得到他的每一個number 但是我想要知道他的每一個位是 這樣子 那手勾上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那你怎麼樣子來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心服口水 讓別人跟自己都心服口水 這就是我們統計學要教的東西 好 可以嗎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沒問題 好 那麼我們繼續講下去了 好 那麼我們剛剛講過了 你要從這些樣本的這些觀測值呢 你會去算出一些代表這些觀測值的一些特性的值出來 像平均值等等的 那平均值以外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減是什麼 它的變化 這些都是從樣本算出來的 我們要來看的是什麼 由這些樣本算出來的特性的值 你就從一個數字就可以來表示說 這一堆100個數字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性的這些值呢 叫做是什麼 從樣本出來的這些特性的值 叫做是statistic 中文叫做介質 好像用中文沒有比較有了解 對不對 也是一個陌生的一個名詞 所以你就叫statistic就好了 那麼 從這些算出來 statistic 所以要來看什麼 要看族群的這些東西 什麼這些東西 muna 或是sima 這是什麼東西 Paramita 中文叫做介定 增值 或者是叫做增值 或者叫做增值 所以所謂的statistic就是什麼 從我的樣本的這些觀測值 所計算出來的一些特性 比如說我用一個平均值 這一個數字8.0 我就來代表著這100個數值的 某一個特性 或者是樣本的辯方 人家我們會教等等 從樣本算出來的這些特性的值 我們叫statistic 那麼假若你是上帝的的話 你可以得到所有的族群的觀測值 那族群的觀測值也可以算出 這些的特性的值 比如說族群的平均值 族群的變幅 這些代表著族群的所有觀測值的 這些特性的這些數值呢 叫做是什麼東西 叫做是tramit 借量或增值 那所以呢 這些借量或增值是怎麼樣 也是你心向往之的 你拿得到嗎 你拿不到啊 這是因為你沒有這些 每一個觀測值 當然沒有辦法算出這個 但是呢 理論上 或是上帝半夜託夢給你的話 你應該可以做是什麼東西 所以是什麼樣 在你的理想或夢想幻想裡面 是放著那個東西的 OK 那雖然你沒有辦法得到 但是你想要用這個值呢 statistic 來衡量這個值 是怎麼一回事 OK 那這邊的話順便一提的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統計學啊 就是這個加了一個s 所以統計學在幹嘛 今天當然在計算這個 statistic 很多的statistics 所以要來看這個prometers 怎麼一回事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比較來著重的是 我們怎麼樣來計算這個值 這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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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是可以來表示這一個樣子 或族群的這麼 這麼多數字的 就是用一個數字 就可以來表示 這麼多數字的一些特性 怎麼樣子來看 這樣子 可以休息一下子